今天为什么在五天之内发生了全台湾两次的大停电 第一次5月13号他们说是因为电网故障 是工作人员所疏失所造成的 可是在5月19号再停电就找不出任何理由来了 其实答案非常简单 就是台湾的现在的电力基本上是非常吃紧的 我们知道每个电力它都有一些被载量 这个被载量的基本上大概应该保留在10%左右 可是民进党的现在的保留是6%以下 这代表什么 万一出现一个问题的时候 它的被载量拉不上来了 再加上这两天台湾整个一些干旱 我们的水利发电没办法发挥功能 然后一停电的时候正好又碰到傍晚 太阳能的发电也没办法产生它的功能 所以说发现这两天发生了全球大停电了 我可以预期在这边来讲 未来到了六七月台湾会更炎热 台湾的电力会更吃紧 在这个情况下停电发生的可能性会继续的升高 讲起来非常悲哀 民进党它的两个神主牌 一个是所谓的台独神主牌 一个就是反核神主牌 但是现在看到了 它的非核家园可能就是台湾的缺电家园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在把核人给废了 但是它的整个一个太阳轮 它的绿轮还起不来 所以它现在是内外夹急 一方面台湾的经济发展 请问一下你的电力都不足 谁能够投资 第二个你发了那么多的火力发电 请问老百姓的身体健康怎么办 第三个你的绿能又赶不上 你的核能又断了 那台湾老百姓接受 所谓的天天之号 偶尔就断个电 没事就停个电 这样子下去的话 其实我认为民进党 他的谎言已经慢慢被戳破了 我始终认为 他的非核家园 就是一个为他神主牌 而服务的一种政策目标而已 但是他完全没有经过理性的算计 科学方法的推论 所以我认为时间慢慢会证明 民进党终究是一个骗术 而他的所谓非核家园 到了最后会伤害台湾老百姓的身体健康 台湾的经济发展 以及更重要 生活方面造成极大的一个不便